當全台灣的川粉都還在祭願 川普可以翻盤的時候 沒想到川普已經公開的承認 他敗選了 拜登確定要用布林肯 布林肯要當他的國務卿 大家也開始想想說 是不是未來的台美關係 互動的方式會變得 會越來越低調 整個包括說攻擊性的武器 是不是也以後都不用買了 會有這些變化嗎 我們在這邊還是要 先安慰一下川粉 不哭不哭 眼淚是珍珠 今日無數的川粉 內心痛苦不堪 他們該死心了吧 沒有 我告訴你 還沒有 還沒死心 到今天還沒有 可是他一公開承認 其實他就半交接了 不好意思 永不言敗 才是台灣川粉的 真正厲害的地方 好 川普他們會跟你講 等等 你這些只聽 美國左媒的你這些人 他哪有承認敗選 他只是說GSA 總務署可以開始交接了 而且他還說我很心痛 Emily Murphy總務署的署長 受盡各種折磨 威脅 抹黑 所以他願意開始半交接 我也同情他 但我們一定會獲勝 好 這是川普的部分 我講完了 希望川普不要生氣 拜登在今天早上 也公布六個名單 其中一個 Secretary of State國務卿 是Antony Blinken 安東尼布林肯 安東尼布林肯 從以前到現在 有非常豐富的執政經驗 以前也當過副國務卿 他是一個支持多邊合作 國際交流的一個政治人物 所以很有可能 美台往來不會像現在一樣 就是我們你死我活 你死我活 中台之間只能有一個 不會 以後台灣跟美國的合作 不會三天兩頭告訴別人說 有官員來訪 或是有什麼樣的東西 所以不會突然有個將軍來 或者突然有個署長來 部長來 這種事情以後就會變少了 以後會變少 以後會符合法律規範 符合以前美國運作的規範 那這陣子賣給我們 有一些是攻擊性的武器 會不會這個訂單突然就沒了 不可能 因為合約簽了 國會通過就通過了 覆水難收 那但是美國會支持 繼續支持台灣的國際參與 包含了WHA 包含了相關的經貿協議 不會減少 那因為在不久之前 也就是還在競選的時候 CNN主持人其實問過 這個布林肯 當時他就是他的重要外交顧問 他說川普放棄了 全球領導的地位 其他國家就取而代之 所以包含了拜登 自己也寫過一篇文章 叫Why American has to lead again 為什麼美國需要再次領導 就是布林肯的說法 所以美國都要參與 美國要外交手段 去領導全世界 那原先美中 在川普任內的敵對競爭面 可能會降低 也就是只能有一個 這種競爭會降低 但合作也會持續進行 那他的意思是 我們以後不會跟中方 一定要拚到你死我活 而是要變成 有該合作有合作 譬如說巴黎氣候協定 那該合作要合作要減碳 如果比較正面的形容詞 應該是所謂的良性競爭 那台灣民眾的一個想像就是說 有沒有可能美中的這個 他們的狀況比較趨緩的話 是不是共機落台 可以變得比較少一點 這個有可能嗎 這個要看中方怎麼想 因為到目前為止 中方的戰略判斷還是 川普反反復復很難預料 但拜登是一個老江湖 拜登的運作模式 我方都已經大概知道了 所以如果中方覺得 自己大概知道 他需不需要再步步進逼 看起來可能性就會降低 那台灣這邊也不要跟著川粉 一起在那邊傷心碎流淚 其實布林肯民主黨 他以前跟台灣的關係很好的 民進黨原來就是偏左派的政黨 所以2015年6月4號的時候 蔡英文訪美有跟布林肯見到面 會談 而且遠比他上一次跟這個 歐巴馬的其他人士見面 要來得順利多了 更別提2015年的時候 APEC會議 他有跟蕭萬長握手碰面 所以布林肯是一個 可以預測的老江湖 他也是老江湖 而且最重要的是 蕭美琴其實跟他很熟 是有私交的 他們還有熱線 他們有熱線 而且把照片有公布出來 所以代表布林肯跟台灣的 友好程度 是願意讓你公布出來的 但偏偏就我們剛剛講的 台派川粉下手狠狠 狠什麼狠 就是當蕭美琴 就是蕭代表已經公布說 你看我們跟拜登總統當選人 的重要外交幕僚 布林肯已經通電話的時候 你想說底下應該一片鼓掌叫好 說好好好 太好了 確保台灣未來有發展 結果不是 你知道台派在底下抓狂 他說哪來中榮候選人 爭議還沒有底定 真的很傻眼 然後還有人罵蕭美琴 是中共同路人 你知道我都想說 這個人已經年紀有一把了 知道蕭美琴以前 被罵過中國琴 你記不記得 石大寇那個年代 你知道他在這邊 十一寇 對 十一寇 他再推下去了 搞不好蕭美琴以後 被罵美國琴了 你看這邊還有人說 你台北代表真有心的舔拜登 我要特別替他誠信一下 他不是台北代表 他是駐美大使 是台灣駐美代表 那至於大使或代表沒關係 我們已經政府幫他證明 叫大使 好 那另外一個 這也百分之百台派 我跟你講我每個都點進去看了 他說蕭大使 你情報非常錯誤 不了解真實情況 你人在美國這樣表現太糟糕 意思是說因為 所以在台灣比較了解 美國的選舉狀況 在美國的人不了解 他們以為 他們以為 他的意思說我比你了解多了 我覺得川普沒有落選 拜登沒有當選 你怎麼可以恭賀他 給台灣帶來錯誤的訊息 那這就是很糟糕 就是現在的狀況是 美國跟台灣之間的關係 還在一個運作的狀況之下 還是呼籲一下 希望各位臘臺派 不要三天兩頭出征 沒意義 川普終於承認敗選了 他的任期已經在倒數不到 兩個月了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 下個月5號的時候 川普團隊的環保署長 要來台灣訪問 很多台灣的民眾有個大問號 你都要畢業了 你是來台灣畢業旅行嗎 你來是要幹嘛 我跟你講我必須說 剛剛朱大講一句話很好 叫永不言敗對不對 永不言敗聽起來很好聽 很振奮人心 但永不言敗一般 比較通俗的講法叫什麼 死不認輸 就那麼簡單 那現在我們有一個 死不認輸的叫做 經濟部長王美花 他告訴我們說 人家簽那個15個國家 簽什麼RCEP 那個影響不大啦 降一點點稅而已 短期之內沒有多大影響啦 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RCEP佔我們的貿易總額 百分之六十四 受關稅影響比例百分之三十 台美如果簽訂了BTA 還沒有簽喔 如果簽的話 占我們貿易總額百分之三 然後受關稅影響比例才百分之十 結果他們一直告訴我們說 BTA太重要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簽啦 所以我們要開放萊豬 然後RCEP沒有什麼了不起 影響不大 這哪一國的數學認為 百分之六的事比百分之三小 這純粹是精神勝利法啦 我覺得真的很奇怪 就可以騙自己騙不了別人 是 就是要死不認輸嘛 反正我就進不去也是 都是人家 人家沒找我去 是他的損失啦 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們好的很啦 所以說如果我考不上台大 就是因為台大很爛啦 是 所以我覺得 這到底在幹什麼你知道 那但是現在我們政府節節勝利 因為台美五年合作MU簽了 簽這MU太棒了你知道 你看人家講得很好 台美經紀畫正式建立 全球夥伴關係再提升了 那五年期合作備忘錄 持續深化七項議題交流 展開科技合作協定諮商 看起來美國好像快跟我們建交了 你不覺得嗎 就查那麼一步了 查一步之遙 是 但是問題 可是這一個簽的對象 是不是也是川普 就即將要下台的這個團隊啊 當然是啊 那這MOU已經有夠MOU了 他還是即將要下台的團隊 是 重點就在 第一個他是川普的政府 不是拜登政府 第二個這是MOU MOU幹什麼 合作備忘錄 他乾脆跟我們建交 反正他也要下台啦 是啊 那其實我覺得他不然的話 讓我們爽一下也好嘛 就是這樣跟我們建交算了 可是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現在蔡英文政府高雄 我們好棒棒實在太棒了 我台美之天好像快要突破天氣了 可是這個東西是個MOU 可是也不過才一年多以前 2019年2月24號的時候 韓國瑜當時剛當選高雄市長 出訪新馬跟大陸 一簽下來94億元的MOU 那當然有一些媒體或藍英的人說 好棒棒的簽了MOU了 然後綠營的這些人 還有民進黨就開始痠了 94億 你這叫MOU 解蘇貝當時有講 MOU沒有實質意義 簽了人家不見得旅行 那實際上也是 後來韓國瑜簽了一些MOU 真的沒有旅行 那如果韓國瑜的MOU是不對的 那為什麼蔡英文的MOU是對的 這個邏輯在哪裡 因為蔡英文的關係 所以比較有台灣價值 有台灣價值 MOU就是對的 就韓國瑜簽沒有意義 我簽就是好棒棒 對 所以這也是一種 蠻特別的一種想法 可能這就是台灣價值 我永遠無法理解 但現在又有人要來了 誰要來呢 會樂美國環保署的署長 那這個署長來 這個聽起來台美關係又要大躍進 我真的不知道我們每天在躍進 不知道要到哪裡去 可能灌到月球去 平常之前都不來 最後倒數的時候才一直來... 是啊 奇怪了 川普政府不都快要結束了嗎 你現在來幹嘛 尤其如果你去看這個人的身分背景 你會覺得更怪 為什麼呢 他本來是跨國律師事務所 這個的專業 他不是專業律師 他是專業稅客 事務所不是律師 是稅客 對 他是稅客 然後專門去遊說別人 等於做公關的這樣一個人 那他身上就戲著很多利益啊 是 那他到底代表誰的利益呢 你再選在這個捷舞眼來 到底想要幹什麼 然後更怪的是 他在煤炭開採公司擔任代表 你知道 後來他淡忘之後 2018年7月就擔任環保署的 代理署長 2019年就變成正式署長 變成貞除了 那這個人到底來幹什麼 這個人不會是來賣煤炭的吧 所以他是來賣煤炭 對啊 這個聽起來有點怪對不對 但我們要上警域了 尤其是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因為蔡文政府不要核能發電嘛 所以我們現在對火力發電的 期望更高了 依賴更高了 不會是因為這個吧 這個讓我們有點害怕 如果他是高環保的煤炭 應該也還好吧 錯 我跟你講 這個環保署長在美國 非常有名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 他一點都不環保 因為他專門推 你知道川普當時不是說 全球暖化是騙局嗎 結果有人問他說你是環保署長 那全球暖化到底是不是騙局 他說我不會說他是個騙局 但他絕對不是一個 很強烈的大問題 這不就是幹話了 所以這個環保署長 基本上是一個 不重視環保的環保署長 所以這個人會來幹什麼 我真的有點害怕 所以有人去問陳一新教授 然後陳一新教授說 有人質疑他來台賣煤炭 那惠樂竟然有這種背景 那當然可能會插手 其實不只他有很多環團 今天也是開記者會 他們有這樣的質疑 他們擔心的是空污 是 因為很可怕 難道台灣的空污又要突破天氣了嗎 但是我們的外交部長 吳昭憲當然就說 這是台美友好 可能會感到振奮 可是問題來了 我們振奮在什麼地方 因為他是一個快要結束的政府 快要結束的政府 他跟我們簽了什麼東西 或是跟我們什麼承諾 他一定會不會買單 說真的 沒有人會知道 我跟你講不只是我們在罵 抱歉 美國人比較厲害對不對 外國月亮比較圓 連紐石跟華盛頓郵報都會罵 為什麼我實在說你都快要結束了 任期都快結束了 你還要花30萬美元的公堂 進行沒有一一的畢業之旅 我們大家都知道 一個政府選舉結束之後 到新的政府上任之前 這個政府叫什麼 看守政府 看守政府正常應該是什麼 我什麼事都不能做 我要確保一件事情什麼 把所有的政權移交給下一任政府 那你環保署署長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職位 你不是應該留在美國等著交接嗎 把所有的事情交接出去 結果你怎麼有空跑到台灣來晃 感覺好像到處畢業旅行 到處去購收東西 是 我們台灣到底能不能拒絕她說 不好意思 因為你們現在看守了 其實我們不太適合跟你接觸 我們可以這樣嗎 其實理論上來講應該可以 可是問題是 蔡英文政府顯然不要 為什麼 因為這又是一個很好的 大內宣的機會 因為我們連這一種 奇奇怪怪的網友都簽了 再多一個環保署長 會不會有一個狀況 因為他們現在換了新的執政團隊 那新的拜登的團隊裡面 以後台美的互動會降低 會變得很低調 所以也許是最後一個 部長級的人來 所以不把握也不行 對 因為老實講 拜登政府未來會採取什麼樣的對策 我想蔡英文政府現在不敢保證 也不確定 所以在此之前 只要有大官能夠來 我都先拿出來亮亮相 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台美關係進步了... 那未來的事情未來再發展 但是每一次都搞這種大內宣 真的 我們的名子名高 就這樣莫名其妙要浪費掉 這對台灣真的有好處嗎 金馬獎由喜來第一次 最佳女主角跟最佳女配角 都是同一個人 陳淑芳 陳淑芳曾經為了拍戲 把自己三顆牙齒給打斷了 我們休息明客馬上回來 再見 再見 再見